Microsoft 这下的回调就不用太慌 因为我们要望运更长远 我们以后有Copilo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完全断绝外界 继续提论 例如在Microsoft和Google 我帮大家成功争取了 叫Benny上转发更新的 在盘后在我们最起升的时间才赶紧 在盘后出现业绩之后 在Google上升6% 反而在之前创过新高的Microsoft 出现业绩之后下跌3% 然后再详细说Netflix 最近很密切关注和跟进美股贵绩的情况 先谈谈两大龙头 其实全部逼合甚至高预期 都是意料中线 无论新旧经济股 现在在美股季绩期都是这样的玩法 但我看完之后 其实我是白思想不到 Microsoft也不差 预测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跌 我觉得现在美股的情况 业绩期大家关注是大那几只 开始由Tesla 即后暴跌9% Netflix就双位下跌 但其实某些指标都是 碰到市场的预期 但又不是超出预期很多 这个情况就是 大家都知道 美国科技股那边年初至今最厉害 都是那七只八只 大动整个大市 其实这些有 不是说他们的公司是去的 但股价是有点 我觉得是过分乐观的 去到一个业绩 又不是超出预期很厉害 就是回一回 所以其实昨天 刚才你也说了重点就是 Microsoft昨晚业绩之后跌 但其实今年创过新高 我觉得这正正是一个原因 为何Google和Microsoft 大家出业之一是升一是跌 因为大家的出发点有点不同 Google其实是远离 即是相对 Google年初资金可能36%的股价升 Microsoft已经是46% Netflix也是40% Tesla是100% NVIDIA当然是200% 这是我们很久之前说了 为何它这么厉害 其实Google只不过是追回 跟上Microsoft那边的进程 反正Microsoft最近也很强 怎样都要回一回 因为它又不是业绩 去到一个比股价更强的动力 有些是反映了 尤其是Microsoft这一份季节 大家都很关注AI 其实它一直以来都很强调 其实AI不会在今年盘数体现出来 因为现在是非常早期的情况 但大家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创新高那一刻 就是他们公布了 他们有收费的 Copilot 30美元per person的收费 以及已知 已经在600间企业Trial 帮他们试用这个 大家分析员都计好数 因为其实很容易计算 不是计算公司 然后有多少个员工 再乘回你30元一个人来计算盘数 但不是那么快 体现出来 然后大家就在想 CEO在今次的Concord 有没有什么着脈 是没有太多的 所以我想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些失望 另外就是CAPEX的身价 我觉得是意料中事 你现在才是AI的初期 给NVIDIA 对 给钱去赚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预计 但我看到外面有些人说 CAPEX都说明是逐贵 那当然了 是的 我经常觉得股价升股价跌 第一个原因就是 跌就是沽盘比买盘大 即升卖盘比买盘大 虽然是废话 但如果硬要找原因 是很容易的 譬如有个市场 可能是Google的云业务增长28% 多于Microsoft的云业务 就有16%增长 但你先看看Scal 是的 你也很清楚 我也很清楚 Microsoft的Azure 是200多亿一季收入 有90多亿的Operating Income Google Cloud 一季是80亿收入 即收入的上升更少 这个规模不同 你也可以说 规模不同 所以增长空间更大 看看Profit Ratio 原来Microsoft的云业务 Operating Margin有四成以上 但Google的云业务应该只有5% 亦有时候会亏钱 有时候会赚钱 你说对 它的规模这么小 当然是潜力大 但其实云业务是很特别的 永远都是寡头垄断 最大的是AWS和Azure 即是Microsoft和Amazon 去到Google第三位 已经差很远 其实我都会认识 做一些Cloud业务的朋友 无论是中间或上面 其实做中间的都是找上面 就是Amazon或者Microsoft 去判下去 其实他们不会看你哪个品牌 当然最大的是看你的价钱 即是它经常都在竞争的价钱 那你那个market expansion Google很小 是否因为它的原因 可以再 expand得很厉害 可以接近Microsoft和Amazon 我觉得不是其他行业的概念 所以已经说完了 就是你暈的也不是一个藉口 你说AI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就是Google的业务 八九成是广告收入 AI主要是辅助它提升 它广告的targeting 能力 即是如何做得更加精準 就说给它的广告客户听 我认为我行业务 Facebook也是这样的 之后就很间接提升它的广告收入 但Microsoft 刚才你也说了 它已经公布了直接用AI 加到365的service 直接收钱 我反而觉得以往 我今年三月 第一季的时候说了NVIDIA 是第一个受惠 叫ChatGVT 因为它直接收钱 它的订单指引已经说了 但是Google和Microsoft 都是给钱的 成本先 但现在Microsoft 已经有一个收费模式 当然这一季QE的业绩不会反映 但未来 我觉得下半年 或是下年 的情况就会出 Google Google 怎样体现它这个AI 转化做一个收入 而做到利润 未知 因为它那些叫做 蚕得背费的东西 是蚕很多钱的 当然不够matter 那么惨 所以整体 说回来 一升一跌 我觉得不要这么介怀 你短期 一天半日 或一个星期 是可以很大变化的 这两天 这三天 所以 你看长远 我暂时 Google和Microsoft 在AI的概念浪潮 我觉得问题不大 一直都做开 但Microsoft 好像我的感觉 再走快一点 很同意 让它回调 再试机再进 我觉得问题不大 同意的位置 就是在Microsoft 现在主力是港云 始终今年仍然是 在PC 手机 因为这方面 其实它自己的硬件会 另外云 那些企业 其实现在仍然 都在缩终 不是每天都开始投资 在AI 在自己的营运业务上 所以 他们本身 用开Azurea 的时候 可能会缩终 一些 这对于 增速 也有影响 而另外 Azurea 也不能够做事 为什么会让 只有600间企业 去试用 Copilot 是运船 始终都是被NVIDIA 那NVIDIA 又被台资电链 大家都不想 所以 我觉得Azurea 不像元宇宙 长远看 亦是要运用的 但是 我也有想过 会不会试试 玩一些收费 还是免费的 我经常打算订阅 试试 你好像有的 但我也没有 我是免费的 后来我找到另一个网站 也可以做到 好像 CheckGPT4 因为它是比较实实的 因为CheckGPT3 仍然在2021年之前的资料 很BB 我找到另一个 我之后会分享给你 好 我意思是 企业也是 那样东西 我觉得 Microsoft Office 或者其他软件 Dynamic ERP 现在用了很多年 就不能回头 AI 当然有一个 诱惑期 或者是一个 试用期 趁现在有些 企业的预算问题 或者现在的环境 都未必会 放很多 但他们都要做 都要投入 CatPass 或者推出这些东西 慢慢用惯了 就不能回头 但这方面 反而Microsoft Office 正先行Google 当然他们的业务 根本是不同 赚钱的方式 一个直接 一个间接 也很难说 这个位置 好像没有什么 看得到 是正常的 但起码是正在做收费的 计划 刚才Bennysir 也有说 Microsoft 这下的回调 就不用太方便 因为我们要看更长远 以后有Copilot 你帮我们做一些 present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方便 是的 我觉得是要用到 大家都受惠 现在是靠你用人力 手力 从Netflix的柜绩报告 帮我们提出重点 我们在节目前也有分享YouTube和Netflix的收入比较 其实很简单 要看Netflix的业绩表现如何 还有现在管理层最集中在什么 就是share plan 就是打击既新虫 不可以再用不同的 device 不同的IP 再用不同地区 开始受惹 对 再较为广告 plan 就是说 Netflix本身要付钱而看 有些人是想看 但不想付那么多钱 就是广告 plan 你不介意看广告便做 但我经常在想 究竟广告 plan 你认为是赚入订阅的钱还是广告商的钱 其实是很怪的 尤其现在广告 plan 和没有广告收费套餐的差距太小 没有什么原因令我去看广告 但中间只差3美金左右 我想会否试试水温逐步调低广告 plan 我上网也有试试不同地区有不同的discount 但我经常在想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整件事你管理层是在推进你的product 还是你是在做一些最后的剩余价值 譬如广告 plan 你是想吸引广告商来 在你那里投放广告的 但原来你拿给别人的东西 不是你本身的2亿3亿的订阅用户 因为那群不需要看广告 那群是重新建立的 所以在业绩上 仍然是很material的figure 去创造其他不利因素 或者让市场和投资者看广告 plan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是广告商 我去Meta Facebook IG 我去Google YouTube 你先展示你的数据给我看 那群人也是 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标是给Netflix 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看饮食节目 看什么 fashion 那就是目标 其实所有你的竞争对手 其实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本身在市场已经有的人 都会玩这些 我为什么要去你的投放广告 在你那里呢 所以我经常想 其实它是不是变相减价 就是减少少价有一个借口 就是有一个借口去减价 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原因 你就是说我减价了 那你本身给钱的人 会转到那里 很不够的 我订阅了 很矛盾 要害怕影响Existing Full Pay的人 但又想减价 我们可以看业绩 其实我们很重要 业绩有时候 不是只看数字 而是看他常常在present 是想告诉你什么呢 他常常提到我们的Pay Share Plan 就是打击技新从 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 占8成收入来源的地方做了 他提了很多次 他说每个季度 都说他们的Net Edition 订阅数字是增加590万 这是很厉害的 如果同比上年同期增加了8% 也是近期最高的同比升幅 总之他预计 未来下半年 即是Q3Q4 share plan的full benefit 便会看完效果 可能未来下季都有可观的人数增长 之后他的steady growth 即持续增长 就是广告plan 其实我这个位置已经有疑问 应该去年的下半年 他的业绩说了 2亿多用户 他认为是记身从 我觉得那一亿 即是你不让我记身 一不就不看 一不就给钱看 我不知比例是多少 最尽是一亿 一亿完之是没有的 即是不可以来自 sharing plan去拿取 这完全不是持续性的东西 只是纯粹你将最终的周边的revenue再拿取 但不持续 所以他也有说 他的核心是有些好看的show 一定要must 另外一个叫monetization 即是广告plan sharing plan 还有gaming gaming是完全没有update的 即是在业绩 gaming也是另一个很high 其实他最初提出来 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gaming 因为手机和PC都已经在行运游戏 对,我意思是你是主角还是配角 做广告也好,做游戏也未必是主角 只是别人也会拿出你的群人 但他要做周边的东西 如果是做诈取剩下的收入 未必能持续 最初周边东西,我有想过会不会像迪士尼 因为角色和电影都可以创造周边的物品 例如当时的鱿鱼游戏 其实他真的有这样的网站 是他自己的吗? 是真的,是正品来的 但他没有什么宣传 也没有什么 有啊,有游戏那些衣服 但不是那些质物品 质物品是Hit 即是被人抢了 譬如当时的万圣节 那些人穿了这衣服 但应该不是他赚的 其实他有出这些很热门的剧 但没有什么人知道 他又不宣传 我又不知他在做什么 是的,我又觉得整个整体 这几季的印象 他会想起来说 我们要打击寄身床 我们的广告计划 但没有在他的product 或者service 如何去提升周边 Disney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他有Film Park 他有他的product 他又有那些戏 他又有那些戏 一个配套 才叫做同一个成本 即我拍这个戏 制造这个IP的成本 除了subscription之外 Disney Plus 还可以卖 product 我在Film Park 又有那些人物 和你拍照给钱 又有住个酒店 其实也是同一个 最大的成本 就是创作 他创作完就收工 是的 我觉得可以好好运用 我经常都想不明白 那么大的Disney 给你参考 你就去搞 但是他在剩余价值 打击寄身床 就是你的不可持续性 另外就是广告plan 也不知道他想赚广告商的钱 还是subscription 所以你看到这些数据 也很有趣 就是他今季是增长8%的订阅用户 但是有些魔鬼在细子 原来他平均ARM 就是Average Revenue Per Membership 大概是三十多美元 全球加上 就是每个登记付费用户的收入 是的 其实他的数据就是 上面的收入每季七十多八十亿 除以2亿多的用户 平均都是36、35、34 但是他今次的正增长 譬如上年同期是一千七百多万 五百多万是sequentially 环比上一季 就是8% 但是增长的收入是2.7亿左右 平均的新用户的增长是每人12美元左右 其实和平均的三十多美元相差很远 所以我们投资者或很多人一看 就是看Netflix的增长人数多少 但是你看到质数是差了很多 为什么会相差那么远 当然你打击sharing plan 可能也会有些优惠 不是直接收回正价 总之你多加多少就给你看 所以他也有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直接说 Year over year的ARM Decline是因为很多原因 但是你看到很虚 Combination of Limit price increase over past 12 months 就是有限度的价格 你减价也应该是有减无加 但是他的意思是 我一个地址加十个地址减 他也没错 Limited price increase 另外就是Pay sharing plan 即是寄生虫的计划 还有五月才开始roll out 所以令到这样 还有五月roll out 但是现在已经有八成revenue 100个国家已经搞了 我经常听这些 你说得很成功 推得很快 亦都圆得很快 因为你就没有了 打击寄生虫 你清掉就没有了 你会突然删除 那些就不是寄生虫 那些是新增的 但你新增要靠你的节目 或者其他产品 就没有了 所以 如果幅概率已经八成 你便没有持续性 亦都影响了你平均的 revenue per member 可以怎样搞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还有你说到很正确 八成这么高的幅概率 你还你每个月 每个月有几十 我一定会买一年 这个是惨的 做内容是有这一件事的 譬如我都有一个内容收费平台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你一定要持续地好内容 不可以停止 因为人们是会选择 下次再回来 再走再回来 这个就是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长远 如果是叫价值投资长远 看Netflix 就未必是太理想 他说广告plan 这个自己也说了 广告plan 还未materialize 所以 你说是否有憧憬 这一件事将来下季 或是未来 我刚才一开始说 有什么edge 去吸引广告商 在你那里下广告 你连个 population 都不能说 因为不是说2亿3亿 2亿3亿不需要看广告 除非你的heathen agenda 其实我不是赚广告钱 我纯粹减价 是吸收一些边缘人 就是说我想看 但我觉得贵 那些人自然的AR 又是会低了 你不可以持续增长多少 所以 跟没有办法 没有分别 明明看到有少少少小鱼 我吃完 持续性 迟早一下 发现你现在5.9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回这个 就是 你看到Net addition 是5.89ml 下季可能也多 因为有sharing plan 再下季又没有了 你连正元2成的sharing plan 都已经打击了 对 所以通常说Netflix 上半年是好些的 因为上半年通常的margin 或者人数都可以 但去到今年的情况 我都预计 最后大家看看是否这样 就是第三季人数可以 但会有一个forecast 指引第四季的operating margin 过往21年22年 是8% 但以往是20% 19-20% 为什么这么低 当然 说过了 拍戏 拍几季也好 跟收入不直接关系 我今季收入多 可能这部电影拍得好 又受欢迎 但下次这部电影拍得很贵 但不受欢迎 收入就少了 完全有些脱离 所以margin 也会变得好 但他习惯在年尾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 他年尾要说 人数 用多些成本 拍高质的气候 大型製作 令到人数 可能还顶得住 但margin 又低 所以Q3Q4 前景就是 人数可能顶得住 但你开始质数差 和margin都低 通常下年第一个日 会变得好 8%之后的Q1 又会变回20% 这又是循环 所以Netflix 我觉得很季节 股价波幅也是 只是看它的业绩 会移动 但长远 我暂时看不到 它有什么持续增长的idea 除非周边的东西 可能可以 或者其他product 你刚才提到 下跌margin 就是赚钱的能力 其实都关不关它 攤销事 关的 我们知道 它们这些卖内容的公司 因为你刚才说 大家开开Netflix 都会看到 请的影声 是大卡 成本又高 每次都飞车飞很久 这些都是成本 有爆炸的位置 我们知道的 就是它不会一下子 立即去设计 因为你太大成本了 就是吓死人 刚才也说到 有时候 特别是对于收入和成本 不相称的地方 关不关它 攤销 因为它是自己去决定 是关的 其实它有一个methodology 这部电影 它要看回以往 通常一部电影 持续几多个月 是仍然有人看的 譬如柔鱼游戏 可能多些人看 它便拉长一点 如果少些人看 很快便下架 没有人看 拉短一点 便是right off 成本 但我觉得 不会差那么远 一季20% 一季是个位数 当然这两年 再早几年是继续上升 因为人数不断增加 好几个时候 新东西 独角售 但这两年半饱和 两亿附近上上落落 成本又要继续上升 便会有下降的趋势 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Q4 跟Q1、Q2、Q3的分别 就是Q4是要做audit 就是多了auditor 去看你的管理层 你的拍器成本 是不是摊分得合理 Q1、Q2、Q3 不可以说不合理 这只是一个假设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 还可以播放多两季 但到年底 你又见证了 不是的 上个季说可以播放多两季 但今个月的viewership 很少了 你要accelerate 摊分的速度 所以永远 加快 是的 年底就通得最好 最适合 所以 我觉得 首个季是宽松一点 每个季要做年报 audit 是持续一点 你的电影都没人看 你还不写 因为我也见到很多旧电影 不知有没有人看 有没有效益 每年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 未来可能Q3的人数可以 但margin 因为margin 会做一个指引 Q3 指引Q4 你已经看到 Q3业症已经看到 Q4是个位数 反而人数 自从今年开始 不再做指引 股价暴跌 20-30% 但你也猜到 我觉得 第四季一定会放缓 即是 你现在五米八 八成的覆盖 sharing plan 第三季当你还有人增长 第四季是凭什么增长 你没有products 没有的 广告 plan 成效不知 这个位置反而是向下的方向 是大一点 因为它今年都升了四成多 股价 但等它跌没所谓 可能到下年第一季又有机会上回 因为它的人数就是这样上 市场很瘦落 那种季节性的波动 我见你在下面 他也有提及欧陆的时候 你也特别是已经highlight了 你刚才想说的要点 说完了 下半年通常都会出现 margin都会暴跌的情况 但我刚才解释了 是的 留意了它两年 整天都是这样 这个pattern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不会第四季突然爆升 升一定是不可能的 它真的差 它以前是试过 总之一年半的业绩都不出 有一条linear curve 总之我们每年都会有2%增长的margin 现在收起来就不说了 因为它以前是独角兽增长 现在不是 现在是苦苦挣扎 才是强调一些不务正义的plan sharing plan 或者广告plan 所以短期内 都真的不太可以cash到 出面市场资金的眼球 要等下年第一季 我觉得可以 永远都是循环 是的 另外一个点 你也帮它想起 既然你想靠订阅人数发位 用广告套餐 希望继续一些 在外面游戏的小鱼 还未看Netflix的人数 你有一个点 也说得很对 其实做广告 观众不知道有没有广告的业界精英 最重要的是 我为什么要在你这个平台下广告呢 你说是population 是的 没有population 大家不要误会 是2亿多 不是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是广告商 我就是看你这个平台的population 即是你的人流 所以 今年一定是没有东西可以看到的 是的 你要存储人 不是说没有人 愿意装广告plan 是你要存储多久 才是一个东西 售给你的广告商 其实我有帮他想过 为什么不浓一些 或者是近乎免费 其实他可以拿到多的人流的流量 然后就售给广告商 近乎免费是可以的 所以近乎免费 反过来可能只在减价 因为我留意 原来加拿大的广告plan 好像是3、5折 美国是6、7折 日本也是8折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很不同 香港没有 印度好像是很便宜 总之一开始真的要存储人 总之这东西是间距长远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的end target是什么 因为很不同的 YouTube是由免费 转做有些premium的收费 不需要看他的广告 有一个家庭用 你现在是由收费变免费 或者变减价 就是很尴尬 因为有一帮收费的客户 会不会影响了 2.3亿会不会转到那里 所以margin也会有压力 人数也不是特别靠 所以会有一些edge的东西去吸引 你说是免费是不可能的 至少要和收费套餐的价格 拉开差距才有鲜明的分别 就说你真的便宜了很多 好吧我试试看你 你现在都是欠那3美金 因为最基本没有广告就是9.99 如果是有广告6.99 然后没有太大鲜明的对比 他有一个plan他没有说的 就是我享用的 今年5月加入了款份 只有8多元 他送到Netflix 他还有跟香港地区 我不知道其他地区 网络商合作 是免费的 所以为什么ARM 5.89秒是其中一个 那么贵 其实我是零支付收入 可能是Kind of 是网络商给他 但网络商我已经给了很少钱 即是8多元 可能是网络商的promotion 但一定不会是30多元 因为30多元 美金就很贵 更贵 那他大陆分析 就和Netflix拿到最优惠价钱 所以他现在做来做去都是叫monetization 即是一些价钱优惠 或者抓盡力 在旁边看 偷看 那些资金 如果从一个投资者看 可能波幅可以 但长远就不一样 太单一了 他的业务 希望Netflix看下我们的节目 看下如何可以在 你会做得更好 如Benny所说 找了你的核心 你最想推出是什么 你是订阅人数 就专心搞好计划 不要搞得好像无铃两可 要么是搞合 但即使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 最基本的赚钱能力 那么含满之下 即使下半年都有一些很爆炸 很厉害的猛片 可能人们都只加一两个月 不持续性 甚至股价持续性的向上 所以升了这么多 现在都要回回多一点 回的 是弱的 好的 今晚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Benny所帮我们详细分析Netflix 未来还有很多业绩 靠你了 好的 分享给大家 好 我们之后再见 记得如果大家喜欢这两个影片 都欢迎给个like 还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找Benny所说 刚才听到他说 他自己另一个收费的平台 其实很便宜 也想听Benny所说更多分析 你也可以留言 想听股票 想看他们的财报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如果我们有直播的时候 YouTube便会根据你按小铃铛 再传送给你 通知我们有直播 就不会错过任何发问的机会 我们之后再见 多谢Benny所说 谢谢 拜拜 男人 小铃铛